臺灣的藝術漂亮又好 國情改水兩句我和你做產科 改水改水改文水利 好朋友我們來研究臺灣的藝術漂亮又好 我常常在拿去台語歌的歌詞加倍藝術 因為那些都逐漸家的靈感發言 用心結構寫出來 尤其愛情歌 國情要照你研究 已經六十年前 過今發了一條四名的太陽 歌詞安藏英說 既然你說 心愛的太陽 求你五湯離開我 我可比海上古旁 驚無路走入黑暗 戴著我 戴著我 平安 隨南風 塞入江 是啦 愛情歌 他中心愛的人 動作是太陽一樣 來打扮的 屬於這條歌是日本章 古代日本的歌名叫 石櫚太陽 他憲俊的解說是白色的太陽 石櫚就是白色的 結果很適合老大雄全身發肥靈感 他說是白色的 說起來我音就是死命的太陽 所以他只能從這個歌詞來表達 表達牛仔的情 結果結果 現在演唱下去 大風洞 因為那個時候 結果結果 剛退後沒有多久 在唱片公司 這麼長要發肥而已 就要有那個代表種 彈好唱風的齋 甚至說他也還沒灌燒肉 結果 就是老大雄老師跟誰 誰出頭人的目色 誰愛你入骨 誰這條死命的太陽 還有誰流浪天 來的伴依大家 一條還有一條好聽的歌 你想說這條死命的太陽 到老闆 創真人 怎麼一樣 又再翻唱 不然這樣 又把他當作唱片的主打歌 可見說 很多人欣賞這個歌詞 再來 郭靖翔第三個趴 跟你作為來貼回 這歌詞說 死命的太陽 感謝你來溫暖我 平靈的一粒深歌 哪像像火燒酸 燒死我 燒死我 生死無關 我怕痛 是啦 真正經驗過愛情的人 才有知道 寫出這個歌詞 有時候 寫出了 所熱愛的人 跟你 我們家裡有座 好傷傷害 不像火燒酸 不過你如果離開去 我就冰冷的一粒深歌 我感冒 你跟我燒死沒關係 生死無關 你離開我 我怕冒 可見 這不是現在的人寫 是六十年前的人寫 以前的打擊歌也很浪漫 打擊歌的歌詞 很像國政在選團的 有些藝術漂亮又好 有些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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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選人們 超越藍術 也有些藝術